今天立委候選人們也來抽籤 台北市長蔣萬安擔任台北隊長 帶了八位候選人來助陣喊加油 說要八仙過海八席全上 民進黨這邊雖然沒有大集結的活動 不過各個候選人也到現場來陸續抽籤 好多位的競爭對手同樣在場 也在抽籤這天展現競選的火藥味 謝謝 羅志強不要躲喔 羅志強身為我競選對手 我們都是大安靴的 是誰 一把搶光麥克風 讓一旁的徐巧欣傻眼大笑 台北市立委候選人羅志強 抽籃籤下樓受訪時 被同選區對手台灣維新黨朱一鳴 指控粉絲團竟然封鎖他不回訊息 發生意外插曲 羅志強用大聲加油來回應 國民黨在立委候選人抽籤這天 以台北市長蔣萬安擔任台北隊長 召集八位候選人 在台北市選委會一樓門口 喊口號提振士氣 全力支持國民黨這八席一位候選 他們都是一時之選 揚言要八仙過海八席全場 但仔細一看這八仙怎麼少了一仙 候選人之一的鍾小平搞錯地點大遲到 錯過了加油儀式 向較於國民黨召集候選人 民進黨沒有特地大集結的加油活動 多為候選人選擇繼續跑行程 各自前往抽籤或是請助理代抽 讓張斯剛酸民進黨不把握機會 展現團結力量 民進黨大概以為他可以躺著選 我想每一個選舉的場合 每一個造勢的場合 都是候選人曝光露臉的機會 民進黨沒有躺著選 我們各區團結作戰 比國民黨還要拼 大家都在掃市場 都在加護拜訪 所以我們不像國民黨 這麼豐厚的資源 然後大家還約了時間 這個一起來 各黨候選人在抽籤 當天同場較量意味濃厚 號次出爐所有候選人也要在最後階段上井發條 做最後衝刺 接著夏軍成林玉拉 SNG小組 台北才放過到